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6号星期四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第41届全国地震碑今年首度移私到花莲 而26号在中正体育馆盛大的登场 吸引了超过全台2000多名地震伙伴齐聚花莲 而县长徐甄卫也亲自到场 期盼所有参与活动的人都能够在激烈的竞赛之余 也感受到花莲美丽的景色以及人文魅力 请代表群体运动员事以至成参加技赛 第41届全国地震碑今年首度移私花莲 26号在中正体育馆盛大登场 这次的竞赛项目包含桌球 雨球 慢速垒球 篮球 区位竞赛 歌唱等六项赛事 吸引超过2000名地震伙伴齐聚花莲 当年办过全民运 全中运以及办过中华民国各单项 国际的标准赛事 在办这次地震碑的时候 我跟我们地震处林维雄代理事长说 我们要办标准的比赛 维雄说 其实我们都是很轻松的 我们就是要创造快乐 创造开心 抒压给大家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地震共剧啊 花莲好平 所以花莲要什么好平 就是要让大家碰碰而降 对不对 迎接赛事花莲县做好充分准备 也期望所有人都能在竞赛之余 享受赛事带来的乐趣 为什么会办礼拜四礼拜五 希望家属宝券能够礼拜五下班来到花莲 再度两天假 对不对 两个演唱会 欢迎大家 第一个 明天晚上消防期花莲够美好 欢迎大家 没有掌声一下 第二个晚上 九二八当 在我们大农道部 金曲歌后五十爱演唱会 欢迎大家 所以有理由 通过的理由 留大家 欢迎大家留在花莲 这场活动主事决以三猪 海豚 狐狐为射击主题 巧妙融入花莲的自然之美和特色 让参赛者都能细细品味 花莲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并留下难忘回忆 记者 许丽晴 花莲市报导